今天要说的这台车 它的更新换代是有点波澜不惊的 不过当那一天我看到它的照片之后 我就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去分享这台车了 相信大家看到它一定也会跟我一样很吃惊的 它就是全新一代的林肯航海家 全新一代的航海家 其实跟以往的设计是完全不太一样了 其实也可以理解 它毕竟用上了全新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可以支持燃油还有混动系统 在这个新能源的时代 能够全方位的对一台燃油车进行革新 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诚意的事情了 OK 看完这台航海家 全新一代的家族化设计 看上去就是要比老车型更加年轻一点 说几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点 一个是这个贯穿式的前大轮主 它的点亮效果真的是爆赞 还有它的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林肯是最开始玩贯穿式尾灯的品牌 所以它对于这些方面的一个把控 都是非常好的非常特别的 然后侧面可以看到 因为它换用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所以它整体的一个车身姿态 也是变得更加修长流畅 看上去更有豪华车的一些风范 还有一些点就是 它用上了时下非常流行的 电子隐藏式门把手 前面这个门把手隐藏在这一条四条上 看上去会更加整体 所以接下来我就不打咬大家 欣赏这台车了 接下来就带大家看一下这台全新一代韩海家最重点的地方 也是它最震撼的地方 走我们进里面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震撼呢 像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都喜欢在车内堆很多的一个屏幕 有的放好几块屏 有的放一整块的联屏 但是呢 这些屏幕躺如果设计不好的话 就会显得上班印号 或者显得非常low的一个感觉 林肯在这一方面呢 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答 可以看到从这边A柱到另外一边A柱 两块4K的一个大屏 形成了一个环耀式的效果 就在这里 你真的会感觉是被屏幕环耀着的 除此之外呢 这块屏幕虽然它的显示精度很高 有4K的一个分辨率嘛 但是它只支持我们看 不支持我们去触控 车辆的一些状态啊 车速啊 导航啊 还有一些音乐等等的一些信息 可以显示在这里 车辆的大部分操控 集中在了下面这个中控的一个触屏上 非常顺手 而且不会有够的一个感觉 所以啊 看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会问了 这个中控台会不会阻挡住 我们看前面的视野呢 其实并不会 这个中控台的高度呢 跟我们普通车型的中控台的高度 是一样的 下方这里是进行了下程式的一个处理 在这些人体工学方面呢 传统这些大牌 还是有很扎实的功底的 另外新航海加载套内饰 有很多细节也是值得推敲的 首先可以看到 林肯标志性的一个按键式换挡 进行了更加精细化的一个处理 下方的物理按键同样也是如此 大面积的软皮包裹就不用说了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储物空间 比起BBA 简直不要好太多 真的是 另外呢 就是它这张座椅 了解林肯人都知道 它有非常多项的一个调节 譬如像是肩部 像是腿部都可以分别调节 这么多项一个调节呢 基本上每个人坐到这上面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坐姿 这在同级车型之中都是相当少有的 而说到舒适性 新航海加因为它整体尺寸的一个增长 所以反馈到后排 就是它的空间 是很大的一个争议了 特别是它的这张座椅 比较柔软 而且它可调幅度 像是前后 还有这个 靠背 都是非常大的 另外呢 它的地台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平的 隆起不高 所以一家人出去旅游的时候 就在这个后排都是相当棒的 OK 我们现在把这台新航海加开起来 我们这是一台纯阳阳的版本 2.0T加8AT的组合 也是福特很标准的一个组合了 用了很久的一个组合了 后面呢 还会有很多那版本 大家其实也见过 就是越界上的那一套 后期那套东西的表现 放在这台车上 我倒是蛮期待的 说回这台 纯阳油版的一个 新航海加的一个表现 261马力 390牛米 其实相比于同级的一些BBA 还有沃沃 卡迪拉克 其实它的数据都是蛮漂亮的 反馈到整台车 你会发现到 它的整个动力储备是很足的 它不算是那种很冲的类型 就是它的提速 是比较线性啊 比较沉稳的感觉 但是呢你在60 之后再提速 你看一下 其实它整个动力 还是蛮好的 给到你的推背感 都是蛮不错的 特别是一把以后 这种巡航提速的感觉 真的是让人信心很足 超车的时候 也是动力充沛 另外呢 就是它的一个8AT变速箱 整体就是以平顺为主 就是它的升档 不要积极 而且你日常是感觉不到 它的一个换档动作的 但是呢 相对来说 就是它的降档动作 我来一下 那这样子才会有一点加速的一个感觉 这整体的时候会是偏慢一点点 也更符合它整体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调性吧 但是呢 我们这台车它同样有一个运动模式 在运动模式下呢 它可以有着更快的一个响应吧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了 OK来说说底盘的感觉 相比于上一代车型 它那种比较传的感觉 新一代韩海家整体会清爽很多 虽然像是我们现在开在这种快速路的时候 过一些桥头跳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它确实是有一点点的传感 就是你整体下去之后呢 它整个悬挂下去是比较缓的 就是比较有缓冲的一个感觉 但是呢 它整台车收起来是很快的 就是这样子 那很快就没有动作了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它的一个悬挂精密度 比起老款车型是好很多的 而且像是我们这种快速路 或者是像是跑高速的时候呢 这种高速巡航整台车的一个稳定度 也会好很多 还有就是它整体也是一个 比较软的一个取向吧 像是刚才我们走过一些 比较碎震的一些道路 像是一些减速带啊 或者是一些烂路 你能感觉到它整个律震动作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彻底的 当然不至于是那种 烫平一切的感觉了 而且像是我们这台 新海海家一个顶配车型 它有一个可变悬挂 就是它的悬挂可以可变阻尼的 我们把它调到 运动模式 然后我们变个到其实 你会发现它整个侧向支撑会好很多 然后我们下个强头跳 那它的路感也会更加明确 再下一条 那你会感觉到它整个船的感觉没有了 就是悬挂一下去 一马就收住了 没有那种缓的感觉 缓的感觉已经没掉了 就是在运动模式下 所以开起来会更加清爽 在高速上整台车的稳定感也会更好 这也是像是林肯 或者说是像是凯尼拉克 这样的一些传统美系车 它在高速上面的一些感觉 就是高速是它们的一个 最适合它们跑的一个天地吧 总的来说作为一个传统豪华品牌的一个出品 全新一代航海家这次升级是非常到位的 特别是它通过设计来展现出品牌该有的那种豪华质感 而且在不断堆砌屏幕的今天 它的这套内饰做到了既可以顺应潮流又不落入熟套的感觉 当然它的机械也是胶足功课的 这些东西没有经过长时间的积累 沉淀是没法造出来的 所以如果大家也厌倦了BBA烂大街一成不变的设计的话 这台全新一代航海家真的很值得你去看一看 或者稍后再加上去的红色 eg法